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请合掌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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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 首先跟网路上的罚友 说声抱歉 对不起 我是2点15分就到 基金会附近 但是找不着停车位 一直找 找到2点 40几分 才找到位置 然后上来 上来 上来之后 跟大家有一些佛法的讨论 好,现在才开始 真是对不起 好 我们直接看 我们是讲到 我们快马加鞭 另外 跟大家介绍 佛教中观哲学 这本书 这本书 我这个本子是 中国大陆 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版权概念 他们直接把佛光出版社的 尾三雄一著作 尾三雄一著作的这本 佛教中观哲学 弄成电子党 这是五辱君 教授翻译的 哈 那他这里介绍空的思想 起源和环境 龙树的根本思想 然后呢 中期的中观派 后期的中观派 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 吴鲁君教授 虽然翻译 但他不是佛教徒 他任何教都不信 他只相信他自己 后来他出过车 两次车祸 又得过癌症 所以他的思想倾向 会倾向于对佛法有好感 但是 他认为 作为一个哲学家 他不信任何宗教 他不是佛教徒 很多哲学家都不是佛教徒 而且 很多哲学家都有心理疾病 比如说 Lebonitz 莱布尼茲 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学说 叫单子论 还有 在英国的实用主义 Barclay 他是主 主教 他说 意识 决定存在 非存在而决定意识 甚至 甚至 德国的 大哲学家 康德 的批判哲学 乃至于什么 高达美的诠释学等等 他也是德国人 还有黑格尔的辩证哲学 那很多 这些哲学家 其实他们都有 或多或少心理疾病 如果说 如果说 哲学不透过行为的实践 来做疏导或融通 那么呢 你只是啊 自己的 烦恼妄想在那边空转 那久了 你就会出问题 而且哲学家 习惯把 简单的东西 讲的复杂话 那例如说 高达美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是全识学的大专家 他说 语言呢 的本质 就是辩证 的经验 的呈现 大家听不听得懂 这是什么话 我发 我敢说 一般 来说 90%的人都听不懂 但是 我们学习佛法 语言和文字 他能够使令你导向解脱 所以叫文字薄弱 是不是 那为什么他称之为薄弱 大家刚不是看 妙君长老尊导品吗 他为什么称之为薄弱 他为什么称之为薄弱 一定有他的用处和价值吗 所以说 根据高达美那句话 我们在看文字薄弱 能够导向使令人 什么 调伏烦恼和解脱 那哪一种你觉得比较好呢 语言的本质 语言的本质 就是辩证的 经验的呈现 或累积 然后你才能说出这些话 对不对 怎么知道我在讲什么 讲什么 蛤 哦 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 语言 文字 他都假名安利 既然是假名安利的 有他缘起 因缘和合 的什么 作用 假名安利 是不是个人的 不是 假名安利是根据缘起来说 因 因为他有他的作用 但是你必须给他一个名称 让这个名称使令大家 能够了解 为什么要使令大家了解 就是为了度众生 对啊 那是谁开始那个 那个命名这样讲的 那不 不一定 看是谁命名的 这个没有公认 就给他一个名称嘛 对啊 就像我们的名字 不允许的 取了之后 其他人也会先来 照这样讲 那是使令人 能够了解你 对啊 了解你这个人 并不是只有这个名字 对不对 那这名 所以这个语言文字 它是有作用 既然是有作用 它又是缘起了 它就能 使令你导向解脱 我们要着重的是这方面 西洋哲学家 着重的是他前面 那为什么他不着重于解脱这方面 他说解脱这个 他都把他全部托付给上帝了 因为他觉得 光靠人自己 自己的努力奋斗 没有办法解脱 因为我们有罪 这是西洋神学说 而且他这个把 哲学跟修行 他分开 佛法不是 甚至东方的中国思想 印度哲学 都不是这样 他是一种行动 融合着思想而出的学问 所以他的这种哲学 不同于西洋哲学 不同于西洋哲学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 我们要讲的原因就是 我们知道一切是毕竟空极 但是毕竟空呢 我们怎么来认识 我们怎么来学习 或是我们来怎么修行呢 还是必须透过语言文字的 加油 我们才知道 这也就是我们必须学习佛法的原因 好比说 你修学末造禅 你要学末造禅 第一个 当然 怎么静坐要学吧 知识 呼吸 吐纳 风喘气息 四种相 讲 讲的 最为完善的是 在哪一部 书里面 有比四残波隆蜜更清楚的 就是小指观 应该来说是各个中派都用他 的确他是有天台的意味 因为在讲三子三观的时候 融入天台的基本学问 当然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 三子三观 并不完全同于 印度的 Sammadi 跟 Vivassana 摄摩他和Vivassana 中国的三子三观是定会融合的 比如说体真子 以前我参加妙境早晚禅期 他告诉我怎么修体真子 他说第一个你先去观察 整片蔚然万里无云的天空 观察 那你心中不能有杂念哦 就是你眼睛先看 好看了以后呢 这是第一步 要看清楚哦 第二步呢 把这个像 完整的取到心中来 那你闭上眼睛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你闭上眼睛 这个像 也很清楚 张开眼睛 这个像 也很清楚 这第三步 第四步 万里无云的这种 天空 你开始思维 就你所学过的佛法 你开始思维这个空 的意义 第五个 刚刚是讲第四个 第五个 你的心 注意力 观察 全部注意 属于 这个虚空 空 空向 空意 的思维 这叫体增值 我说哇 这太难 那跟 三摩地 就是三摩地 或是什么 我们说的 Shamata 有没有 一些不一样 有没有一些 一样 一样的地方 在哪里 不一样的地方 在哪里 能不能分得清楚 三摩地 或摄摩他 就是你的心 住于一个非常单纯的 所圆境 心就住在那上面 所以两个同样都是专注 就是体增值跟摄摩他 但是专注的一个是法义 一个是一个单纯的点 所以他们有相同又有不同 这个难就是难在这 接下来就是你怎么实践 就是修行他 显然的 你要修体增值 的难度是高于修摄摩他 为什么 你要学中论 你要学薄落经 你要知道什么是一切 法无所有不可的 你要知道什么叫做 空性或空意 但是 什么他 你的心只要单纯的助于 呼吸的呼气 呼吸 就行了 你要不要去注意呼吸呼气出来的 长短冷热 连这都不需要 你要不要去注意这个呼吸出来的 气 或是要不要注意 为什么我们只有 我们要有呼吸 不能只吸不呼或只呼不吸 你要不要去注意这个 不需要 不需要 那现在大家知不知道体增值跟 摄摩他或三摩地的差别 没有 摄摩他 在中国佛教也有 讲的很多 像是座禅三昧经啊 禅密药法经啊 禅法药解啊 还有什么 安班首益经 里面就有讲 那也不是 那也不是 抱歉 那也不是西藏佛教的专利 不是 那是根据一切施地论讲的 那是修官的 那是修官的 那子的话还是要被理小子的 对 我说了 五庭新官和四念处的 第1个 深念处 有什么不同 很多講天台私教,教官崗中的法師,都推達不出來 我問一個,曾經在 中部普里某大寺院待過的法師,他說他知道 官身不進,就是不進官 試念處的也是官身不進,他也是不進官 我說好,問題來了,兩個都是不進官 那這樣不是重疊嗎 所以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在於 前面的官身不進,講錯了 前面的五庭新官的是多貪眾生不進官 在他這個五庭新官之前呢 他有沒有教你修官法,沒有大概就是發心 正確的發心,正確的動機 然後這個多貪眾生不進官 他指的是 顯色貪,形色貪,妙處貪,供奉貪的哪一種貪 答對了 顯色的哪一部分 再細下去 就男女的形象 男女的形象 不管男色,不管女色 再講下去 那是 男女的形象的什麼 交通子 男女交通嘛 那你要克制這個 這個是不進官 多貪眾生不進官的主要奧義 懂了沒有 不知道 完全沒有辦法 他高興就好 所以說 有時候邪人也是講正法 那你也找不出他的錯誤來啊 這時候你是不是要有分辨力 好,我再講 深受心法的試念處 他不是也是官身不進嗎 這時候他調伏的是哪一種 這時候他調伏的可不知只有顯色貪 行色貪,供奉貪,妙處貪 一切事物的貪 他都調伏 所以是更深入了一層 不然我們為什麼說 佛說一事念處而住 能斷煩惱得解脫呢 前面的多貪眾生不進官 頂多就是到出產而已啊 調伏男女的慾望 男女的慾望 是不是只有你喜歡看男的 或你喜歡看女的 就是男女的慾望 不是啊 最主要是男女交通 知道了沒有 很多法師不懂 他就是要修官 那為什麼深念處他可以 什麼別相念處 又可以總相念處呢 因為你觀察這個貪 他是不是永遠都是呈現這樣的相貌 呈現這樣的形象存在 你貪求的事物 是不是永遠都是一樣的 沒有啊 他會變化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無常 那跟哪一種 能相應上 跟新的無常 能相應上啊 那你說好前面不是武庭新官 有沒有講無常官 有沒有講無常官 這是做極度法義的深入辯息喔 來來來給大家複習 武庭新官是哪五個 來請大家念出來 多貪 多貪眾生不敬官 多稱眾生慈悲官 多善眾生屬襲官 魚吃眾生因緣官 還有什麼 還有個念佛官 對不對 所以多善眾生 所以多善眾生因緣官 他講述因緣的變化 使你的心能專注 那心能專注 才能觀察到你的心 到底是 專注還是時刻在變化 然後才講無常 然後才講無常 是不是要關心無常 深受心法 他這樣一個一個扣緊的 看一下那個是誰 有個法師在 看 好 他了解不了解 知不知道這兩個的差別和他們的關聯 知不知道 漢傳佛教的體真值 甚至 什麼 參話頭 莫照 跟 印度佛教的 射摩塔 皮波蛇娜的 不同 所以我如說 就有飯吃啊 開玩笑 開玩笑 有沒有問題 蛤 不是 你要專注 把你過去所學過的基礎佛法 再重新複習一遍 然後要學習著問 有沒有問題 問題在哪裡 發現問題怎麼解決 不是 出自什麼經論 出自什麼經論 沒有辦法 你導說就是說 你怎麼還去做一個整 整個會 所以你做一個歸納 這樣一個細節 讓你發得出來 那 這些說法的法師 就要負責任 沒有 你要去問他 有的法師他只會照著講義 這樣 所以學習經論 那我們都沒有那種思想 對 你有了思想 分辨 你才能明辨是非 對啊 那這樣的話他就沒有飯吃 他就 感激燦 念經還賺得比我們多 知道嗎 好 請說 他供養不是供養他個人 是供養大眾 那個 訓勞上 他無論到哪裡 都一票人跟著 欸不是 不是長水中 是大家心目訓勞上得恨 願意接受他的指導和修行 修行 都是出家人 出家人一個和尚一份災 一個和尚一個福報 大眾集合起來 四五十個 大家就覺得 不夠住了 開始建 建療房 而且建療房總是要有佛店 有的佛店要不要做早晚課 要做早晚課 要不要吃飯 那居士聽到 勳勞上這邊 四五十個出家人 就來 供養 就把一個荒廢的寺院 重新整修起來 然後這個寺院有了生團 有了戒律 能夠住持 勳饒上又背了一個 一單 瀟灑的走了 了不起 到另外一個地方又又重新這樣 對呀 這個是因為 要那個有生團建議 可是問題現在 我就不是這個樣子建 就不就是這樣 現在都道國為一 那是經營 經營寺院 好 我們就不 不講是非 就講從修行這樣來 來看 那回到我們終關論 啊不要講錯 回到我們終關四百論 他裡面講的道理 雖然在破斥各個外道 或是佛教小聖內道 但是為什麼會要破斥他們的道理 還不是跟我們的思想 有關係嗎 所以你能不能用他來修官 可以啊 但是你要經過這一層轉換 你要會轉 在這一點呢 這個 這個 格魯派他提倡殿經 這個是有功勞 漢傳佛教 我們所謂的什麼 清淨善事 聽聞正法 卢里做義 這地方 特別差 所以你就不能抉擇法義 你不能分辨是非善樂 甚至抉擇的準神 你都抓不到 講了很多遍呢 就是戒律啊 大家都抓不到 這我就是搞不清楚為什麼 好 講了這麼多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 課文 我們是講到第幾頁 我們是講到第幾頁 好 我們大概是分 三次 520我們是要開講 十二門論的寄送 那我看過所有的寄送 有的寄送好講 但他的寄送少 可能我們用不到 十二周啊 啊不是啊 十二門論是什麼 十二周啊 一周一門嗎 可能用不到十二周啊 好412也對不對 418講錯了 418得哪一送 鬼二嗎 我們上周是說啊 這個 火和暖之間的問題 在中關四百論裡面 他說 你就去看 第幾品啊 第十四品 我本來想重講一遍 後來想 這過去講過了 那 大家就去 翻我以前的 錄音檔就可以了 再聽一遍就好 所以鬼二 以四邊 正理而破 那麼白話本子是 幾幾 五九三一個 八蛋 好我們看五九三的就好 啊 五九三 是五九三嗎 應該不是五 我們不看九八三的好了 對對對 對對對 破四邊正理 而破 這什麼 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看宋文 若為法實有 遮筆說為空 若四邊皆真 不見捨棄過 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說 一切諸法 都是實際存在 我們為了破除它這個 實際存在實有之理 然後我們才說空性 好 這是上半章 下半章他說 若四邊皆真 不見捨棄過 這什麼意思呢 白話解釋是說 有四邊 五等四邊 若皆為真實 則任何人也不能見到 彼等有 因被捨棄的過失 彼等有 因被捨棄的過失 什麼叫做五等 啊 有五等四邊 若皆為真實 什麼叫有五等四邊呢 神字翻譯的是四日 啊 是是是是 是是 因四論皆真 好 這個意思就是 其實這個容易說明啊 請看我這裏想哈 若 一切諸法 皆為真實 一切諸法 皆為真實 一切諸法 就是 我們就用必進空來鋪斥 這個空是什麼 人起而空 好 好 再來 有無 一有一無 有無 非有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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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所說的這叫做什麼 四論 上面說的是四論 所以應該是四句 四論皆真 指的是什麼 這四個都是什麼 皆真指的是什麼 真實的 真實的 真實不虛妄 如果這四句話都是真實不虛妄 然後 然後 然後呢 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什麼 他說 則任何人也不能見到 彼等有 因被捨棄的故事 這個講的太賊了 這裡的四論 有時候可以講 有無一有一無 非有非無 也可以講 至生他生共生無因生 所以說 這四個是真實不虛妄 如果 如果是這樣 那我們該怎麼來破他 還是用這個吧 破斥 然後這個拿下來 這個 文字裡面說的哈 他這個白話解釋裡頭的這個說的不太好 任何人也不能見到 彼等 有因被捨棄的故事 其實就是說 翻過來講 任何人 都覺得這不應該被捨棄 如果這五等四邊的話是真的 那任何人都會覺得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所以他不應該被捨棄 問題就是 他這個是錯的嘛 所以該用 空性來 破斥他 所以破四邊正理 四種邊見 我們認為他是正理 所以要破斥 這根據柯文來的 是不是 所以底下他就這裏講啊 如是可見 如果你曾許諸法有自信存在 眾多無法成立的故事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對於無邊 亦有亦無非有非無 對於有邊 以正理觀察 同樣也可以見到 彼等有眾多過失 有眾多過失 那麼 就應該要用正理來破 所以這個上面的科文是這樣 破四邊 以破四邊正理而破 這個 斷句是這樣斷 要破這四邊用正理而破 不是這四邊是正理啊 好 好 這一送講完了 有沒有問題 可是他這個四中有包括這觀眾嗎 蛤 不是啦 他這個四中講的是這 不管是四句 或者四聲 或者是跟四有關的 邪見 中是 成立 至中的學說 請不是 這個請不要把它當成這個 中就是 四不中意的中 啊 這個 是中文 解析的問題 翻譯者的中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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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多 藏傳佛教啊 甚至南傳佛教的 法本或是南傳佛教翻譯的 書籍啊 你這個文字功利 如果好 這個藏傳佛教的這個法本 你唸起來 就覺得 通順 色受 還是 對 他南傳佛教他的 經論 或是這些南傳佛教的主師的開示 也是很了不起耶 但是有時候翻譯者 他的 文字語言能力不好 會讓人家誤讀 那這就麻煩 是因為中文他也說有 一字有多語 範文也是啊 對啊 所以翻譯者如果說 好現在現在講到一個問題 我們去弘揚佛法 是要用典雅的文字語言 還是要用俗語 要用正式語 在 世尊那時候他就說 你去弘揚佛法的時候 你不要用泛語 要用方言 要讓大家聽得懂 請注意到我說的要聽得懂 真實語 真實語 有時候大家聽不懂啊 因為啊 真實語的話就是 要鬧來鬧去啊 好 我跟你講 我在新竹一個地方 一個寺廟 我對大家說 一切諸法都是無常的 就是沒有恆常的存在 聽不懂 這時候你要怎麼解釋 持戒 就是我們要把戒條 授持好 守好 他們 聽不懂 那這時候你要怎麼做 所以佛法要講 讓使令他們聽懂 就很難了 你自己修行要到 你才能有智慧轉換語言 現在我把持戒講成什麼 你就盡量做到好 他就聽得懂了 他前面我講的是什麼 無常是什麼 沒有一件事情 事物是恆常永久的存在 太哲學性語言 那你現在要怎麼講 怎麼講 一件事物 一個事情 都會怎麼樣 都會損壞 之後 再產生 再損壞 再損壞 再產生 就像雞生了蛋 我們吃了蛋 然後蛋 他又繼續生 孵化出來 成雞 他永遠不會 雞就是雞 蛋就是蛋 這個他們就會 稍微聽得懂 所以當 你 對 這樣眾生講佛法的時候 你要講 令他聽得懂的話 這佛就是說要用方言 你要是用梵文 講那些很典雅語文 或是呢 你講佛法的時候 什麼 梵漢障對讀 我告訴你 行不通的 那這還是取決於 你自己是不是有修行 好啦 我就講到這 下一宋 不見有為成許石油 鬼山 不見有為成許石油 就是說 一丁點的石油 都是我們要破斥的 好像這樣翻譯成 這樣的話 可以聽得懂吧 好 宋文 若諸法都無 生死應非有 諸佛何成許 執法定為無 法尊法師翻譯 乃至極為體 都無如何生 佛亦未許無 故彼不應彼 我們以法尊法師的翻譯來看 這是什麼意思 乃至於到最小的極為 都什麼 沒有實際存在的 可能性 所謂的實際存在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到未來 都不變化 從以前就有 現在也有 未來還是這樣 極為是這樣 但是極為怎麼生成的 難道是從 無到有嗎 從虛無生出來的嗎 不是 如果從虛無生出來 他原本是虛無 他就絕對不會再生起 如果他是石友 他就呢 永遠的存在 這都是 兩邊 都不對 所以 他怎麼生成的 既然他可以生成 那他就不是石友的 既然他能生成 就是緣起的 也不是斷滅的 所以這叫 乃至極為體 都無如何生 所以佛從來沒有承許過 我 永遠的 實有 和永遠的虛無 所以 對方所說呢 啊 前面所說的 承許諸法 有自信 實有或是虛無 這不應理 好 這一送 講完 這個 我推崇讀論點 現在講了兩個送 你去讀一讀清電論詩的 波羅登論 在他的長行註解 很多地方都用 中英域的三支筆樣 來建立他的終關政見 但是你去讀 月稱論詩 靜明俱論 或是佛護論詩的 佛護論 他也是解釋中論 處處都是用辯證法 來質疑 來破斥 或是 對方邏輯上矛盾 然後對方的論點 所以說 所以說 月稱佛護 他們是屬於中關應成派 為什麼他們之所以稱中關應成派呢 就是因為他們所用的方法論 他們用的方法論是什麼 辯證法 而 輕辯論詩受到 承納 的 影響 用三支筆量 受到維斯學派 三支筆量 然後建立中關政見 這樣有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錯 因為是為了適應眾生 所以說 學術界講的 說應成派中關 才是 龍術中關政見 都是他們自己在說的 你要能抉擇 這個 智慧來抉擇 到底什麼是中關 不是人家說了算 我再講一個啊 這個 從西藏佛教史上來說 影響 最為深遠的 中關學派是哪一派啊 應成派中關嗎 才不是啊 智慧派很久了 智慧派很久了 應成派中關說是 陳許他是中關政見 是格魯派興起後才這麼說 對 誰說的 誰說的 現在學術界的風向有轉變 轉而研究 智慧派是中關心論的解釋 詩澤彥 學長你要怎麼幹嘛 我覺得 先學辯證法的這一派比較好 他掃蕩力量的 掃蕩煩惱的力量很強 我們主要是要學習得到解脫 是不是 至於說 三支筆量學習 那你還要多學習為事 不是 不是你唯一是不學的話 你這個辯證的話 你這個辯證的話 也 你這個話講的有道理 所以 就是都要學 但是學習有順序先後 好 那我們再來 我們今天至少要講 還有六個宋 明 離一切邊相同 分兩個 第一個證明 第二 對任何法 也不應該承許 有實無 有實有的差別 不應該承許 有實無實之差別 什麼叫有實無實呢 實際存在 實際 沒有 好 證明 若真理有無 何緣言俗有 如本忠義而 至難 復何為 這個意思就是說 諸法 好 現在白話解釋啊 一切諸法 是必進空級的 是必進空級的 沒有錯 但是在 現有的 條件環境下 他還是 如 許的存在著 這叫 假有 或是因緣有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真的 只有什麼 實有和實無 也就是說 有 和斷面 那你怎麼講 世俗有呢 世俗有就是什麼 假有啊 對不對 好 下半宋 如本忠義而 至難復何為 是什麼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 如果你 這一個 中派 所講的 是 實有和實無 那被我們 責難 那就是剛剛好 如果你認為 真的是 是 諸法 是什麼 遠離了 有無二邊 而他又 能夠承許 必進空 和世俗 假有 我們又去責難你 又做什麼呢 好這一頌也講完了 可不可以了解我在講什麼 我告訴主委 我們講這種深入的方法 大概就只能在台北市 啊 好那沒關係 反正台北市就是可以 就好像古琴 你在台北市 台中 高雄 這大都會 都可以 你移到新竹 什麼 龜山 啊不是啦 那叫什麼寶山 沒有人聽 沒有人聽 說你是在大什麼力打 我聽的心都要睡了 了解沒有 好 我告訴主委啊 好現在回歸正理 在 終關四百論 這最後一品 大概每一送都是平鋪直續的 沒有在有什麼思辨 因為他是等於就是我們 經典裡面叫助雷 主啊 主雷品啊 主是什麼 主東西的主對不對 副主 分副對不對 副主之意 再解釋就是 不是 不是 就是 等於就是 膠帶 對 膠帶啊 然後呢 最後 可是他前面已經講過了 對前面都講過 那個 助雷品的雷是什麼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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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在講 對對對 重複在 兵主 然後很 簡潔的 就像貓 媽媽交代了 哎呀 不要餓著 啊 要多穿衣服啊 去學校 不要跟人家打架啊 好好讀書啊 那就覺得 煩啊 以前都講過了 對不對 就是 叮嚀 叮嚀 最後講 佛最後的叮嚀是什麼 哎 對 你講這個大家都突然一任何 佛最後的叮嚀就是 以戒為師 我們有沒有這麼做啊 挪順啊 以誓念處而住 休息指觀 有沒有啊 沒有啊 還有什麼 遺教經有沒有讀 遇到惡性比丘該怎麼辦 莫病 莫病 莫 什麼叫做莫 就是 莫 莫病 這個莫 是 哎呀 我知道 就是不要跟他講話 不要跟他 一起做事情 不要跟他一起吃飯 他就變生團的 孤單老人 他如果不改進 不跟大眾懺悔 我們就永遠這樣對來了 他終究會受不了 然後最後他就會離開生團 所以受不了的人 最後就離開生團 要嘛就跟大眾懺悔 我揣摩佛的意思 我是說我揣摩 你也不用真的懺悔 就說我錯了 我錯了 大家就好好好 我接受大眾生日 好我接受你認錯 就行了 那 按照佛門懺悔 那真的很累 你要跪在大家面前 你要白眾 受戒 你不是受戒 這是懺悔 受戒 蛤 那是有那個 布煞的時候 布煞 你要白眾 然後 大家都覺得 OK 好了 這一送就講到這 再下一送 我會不會覺得速度很快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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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可以嗎 可以嗎 我覺得我講中關學 是講的比法華旋藝快 那他這個禮錄一次就可以灌通 但法華旋藝他那文句文 有什麼言語啊 文字 有時候很堅塞 堅塞之中 又有法義 唉這很難解 你不能說都用白話把他帶過去啊 那有時候他那 祖師大德蕴含的法義 你就會在裡面解不動 這就是中國佛法 難的地方 文字堅深 你不能說都都白話解釋過去 比如說 我們說叛教 來 叛教就是什麼 葬通別緣 然後呢 小死中頓緣 對不對 名詞分出來 空有二中 佛法分這兩 這麼簡單啊 是不是 內容啊 你要把叛教的意思講出來啊 這個教是不是宗教的教 好 不是宗教的教 那他是什麼 教學 教學的方式 教法 教給你的佛法怎麼修行 經典 各種不同的類型經典 人的根性 對不對 等等等等等等都是教 那你要把他擺到適當的位置上去 分門別類 不是判定他的優劣等級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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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才叫判 所以叫判教 中國制就是這個麻煩 你講清楚 不是說 天台判教 五十八教 判世 世尊 東流一代聖教 慶無不盡 這是天台世教一剛開頭的話 這麼簡單 那之後的五教時鐘呢 你要不要解釋解釋 五教是拿五教來齊居士學過 那個王居士也學過 來拿五教 小聖教 我講好了 小聖教 大聖使教 大聖宗教 還有什麼 對 頓教是不是元教 講得好 你有學到 小聖教 小聖教 跟三藏教 一樣不一樣 華言的小聖教跟 天台的三藏教 一樣不一樣 有一樣 不是很一樣 有一樣 你有學到心得 學長也有講 對 三藏教 不完全是小聖 但是華言的小聖教 就是很小聖 這是他的 Difernation 定義 所以這個要弄清楚 他這個教同樣也不是就是宗教的教 不是 是 這個就是中國文字 麻煩的地方 再加上天台中 這個教 一個字他還可以用什麼天台四世來解釋 怎麼用來觀心修行 那你這個就是法華學的講不完啊 所以有時候為了 真的是要快速 再加上那些祖師以前是天天講 那我們一個禮拜才講一次 所以你說進度快不起來 是這樣 還有 還有 你講這些 中派之學 一定要嚴格遵循他的家法 這就是他男的地方 那是講中論呢 中官四百 不是 只要對他的禮 順文 清楚明瞭 就一路下去 所以我們看這一順 諸法無體性不應有差別 諸物上共見 筆極無差別 你看法專法是翻譯的這個好 所以說用法專法師的翻譯他是說 一切事物 一切諸法 本來就沒有他自己實有的體性 所以你不應該存在著啊 他有或無之間的差別 我們在一切事物上能夠如實的觀察到 真正的諸法實相這個空性 這個空性就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實相 所以宋文就這樣講到這 這樣講到幾宋了 四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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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是這樣齁 這個四宋呢 主要是 泛指一切執著 泛指執著一切事物為實際存在的 學說 不是琵琶沙中 不是只有琵琶沙中 他就是講這個思想的一個 對對對 現在 副主助壘就是 大略的這樣交代 OK好 再下一宋 太太快了 破舊分二 仁一 許地時空的空中印裏 若不成許筆中則因有所達 但不能達 那這是什麼意思 畢竟空極 提出的學說是真正 合乎地理的 如果你不願意承許這個畢竟空極 那你要回答他 反駁他 但是你反駁不出來 回答不出來 這是人一人二 責難 地時空的中中不可得 這個太明顯了 責難就是沒人 你如果不成許一切法是必盡空極的 學 你提出這樣的學說 終究不可得 好 人一人二 講完了 其實 柯文解釋清楚 宋文也就明了 宋曰 若非 若為法非有 無能破有因 破有因以名辱中和不利 法尊法師翻譯 無故於他中不能達難者 他因破自中何故不自立 來 白話解釋是 如果說 中官學派 承許一切諸法不自信 不實有 不實有 你這個中派不能回答 也不能 非難 那麼 其他中 以英明論事推理的方式 破除你們的學說 說 你為什麼 自己的學說被破斥了 你不能 回辨 而不能 自立 是什麼原因 那也就是說 你這個中派所提的見解 就是有問題嘛 面對著 一切諸法必盡空的責難 你不能成立 至終的學說 這一頌 就講到這 如果你說 哎 講的太快了 太剛要好 我把這白話念念 有事中難約 我們無法回答中官司的問難 並非是我們 至終啊 是學說不能成立 而是你們中官中 什麼都不承認 只承 承许一切皆空 那我們就回答不了啊 如果你承認 雙方才能 合理的辯論啊 我們就可以 沒有 謬誤的成立 至終的學說 其實這種辯難 就是狡辯 這個狡辯就好 好有一筆啊 中官中在破斥編指 闡述空性政理 並非是以直接十項 籠統遮破一些 而是以諸中共許的英明論事 推 推理的官場 這個應該是講的是 秩序派中官啦 如果是應成派中官 就直接用辯證法 來 來破斥 那麽如果說 對這些正理 我們在 我們在進行 然後推破他中 的中意的時候 你爲什麽不能 回哲過失 建立至終的學說呢 三項推理的明言理論呢 是諸中都可以運用的辯論方式 三項就是中英域三支筆量哦 都是諸中可以平等運用的辯論方式 你如果連這種運用方式 你都運用不了 對於中官司 所提出的一切諸法 畢竟空極的非難 那麽呢 你還要歸罪於是中官司的 這個 的問題 那你這個有問題啊 是不是 好 這一頌 現在第幾 講了幾頌 五頌 好 還有我們中國佛教徒啊 對於學習論點 我們說 金律論三藏的論點 都有一種 無力和倦怠感 為什麼 老師我講的就是實話 不愛動腦筋 好你講 就是不愛動腦筋 就是說 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可能學習的過程不一樣 像 我們在學金律論的禁教的時候 當初是很有熱誠 也很爆料 可是問題是 學校就好像 都沒有一個價格 那一個系 要做的時候 學得很荒難 就說這個金跟那個金律長 有什麼關係 可是那個金跟那個金 是哪個線路的資訊 都沒有 哦 哦 我不否認 這方面 我的確是在 在這個 印度佛教 和四部中藝裡面得到好處 他的架構 次序僅然 藉由這樣的方法論 然後再來學習中國佛法 然後深入中國佛法各個中派 那你就會發現 那你就會發現 中國佛教各個中派 他都是 融通和中和的 像禪宗 他融合了什麼 如來藏學和剝落中關 天台呢 他也有融合剝落中關 還有涅槃思想 還有呢 華言 更不用說 融合了早期的 維世學 華言 中不重視 中不重視剝落 嗯 嗯 那法杖做的十二門論中至一集 是 假的嗎 所以我說他是融合性的中派 因為一般 我們今天今天 那就是 說法什麼都講他自己的小孩 或者是小孩 對 就沒有說 把這個 你的經驗論法 之間的 傳統 當中這個關係 唉 這個要長時間的學習 所以映順長老 他以前在福岩佛學院的學智 他到 大學部三年級、四年級 才讓你學中國佛教中派思想 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中國佛教中派都是融合性 那像 曾炎中 他有沒有 他難道只有 持咒啊 遺軌嗎 圖形嗎 不是啊 他華言的思想融設在其中 嗯 嗯 那還有哪些中沒說到 那淨土當然是 比較實踐性質 比較強中派 不是 早期就有 而且 存在 每一個中派當中 不是 這完全錯解了淨土之意 而且這是近百年來才被這樣弘揚的 百年之前也不是 但是 淨土本來就是也有很多思想的綜合 像是觀想念佛 觀像念佛 現在最被提倡當然就是 慈民念佛 單慈一個 西方極樂世界 而且往生的 教主阿彌陀佛 但是十方淨土有很多啊 而且淨土之意 只有子方立向的 親近的佛國世界嗎 未必 所以他淨土意也是多元包容的 所以說法師你要負責任 要講清楚說明白 好我們看 我們要今天講第六頌 第六頌 責難 第時空的終不可得 這其實講過 說破因意 得是世俗虛緣 辱何緣不能遮破真空意 這是什麼意思呢 外道問 雖然我們不能成立自己中派的學說 但是 你啊 中官學派啊 破別人中派的學說 容易啊 是世俗人共同成學 那你這樣子啊 說別人的過失很容易啊 所以你當然 當然啊 講別人的最容易啦 那是建立至終最難 中官中他就說 他就說 講別人中派的過失 真這麼容易嗎 如果真這麼容易就是虛妄之言 那你要還要講得到位啊 如果說你的中派的學說 真的是正確無誤 真的是正確無誤 那麼 面對空官 空性之意 為什麼又那麼容易 破斥你的中派學說 那你能不能用其他的道理來遮破這個空性之意 如果你做不到 那就表示 你的中派之學 中派學說 有錯沒有有問題 所以你才無法破斥嗎 是不是 好這一送就講到這 巨色論在 著作的時候 世青論是 通曉了 六 不是六 二百卷的 大皮婆沙論 那大皮婆沙論都咳在同柱上啊 他跑去學 學通 做巨色論 眾賢論師 非常不以為難 徹底研究了 世青論師的 巨色論 做了 巨色袍論 所以要去跟 世青論師 一較高下 世青論師 是閉而不見 結果 眾賢論師到處去找 在找的過創當中 討回 死去 氣啊 所以他不要生氣 不要發火 他為什麼氣啊 他覺得你的學說不對啊 他有病不見面 對啊 到底誰對不對啊 到底誰對不對啊 應該是這樣說 巨色論的時代 世青論師的思想 有成熟 但是看成熟到幾分啊 哦 眾賢論師 既然覺得 他這個有問題 他又做了 巨色袍論 也就說明 他還是有什麼點 被倆包 所以後來 現在 世青論是 轉學大勝 弘揚為世 那為什麼大學現在是 巨色 但是 巨色論的 巨色論的 論辯思辯 我們都是從這個進入 前面你學的試量論 其實你有沒有真正學到他量論內容 都是學方法 所以是方法論 這樣了解沒有 不是啦 不是 那量是什麼 一個量度的準則 你到底是以精為量呢 還是以正理為量 什麼叫以精為量 佛有說那麼多經典 你要以哪一部經作為你衡量一切佛法的標準 以正理為量就是 我只要抓住 追行一個 這個 禮路 我就可以拿來做 我衡量一切 的標準 這就是小勝的正量部 部派的正量部 他很強啊 在玄奘大師去 印度的時候 正量部很強啊 金量部是什麼 那麼 搞剛剛說的 以金為量 是不是 那麼 你說皮婆沙宗是以什麼為他的量 就是以一切諸法實有為量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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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法師真難 還要會講四部中藝 學習經論是很苦的 你要歷經餓肚子 吃泡麵 沒信徒沒聽眾 肚子還是會餓啊 肚子還是會餓啊 好我們繼續往下講 講到哪裡 學長講到哪 好 可以可以 最後 庚山 庚山這裡分三個 心一 心二 心三 心一 實有空 與實有 兩種名詞 成不成立相同 心二 唯以假名實有 其意不成 說說只有啊 假名實有 這個義理是不完備的 心三 世間安利實有之名 若是實有 則世俗中有 非聖義中有 這個中有啊 你不要把它看作是中英了 不是那個意思 就是說 世間安利實有之名 他是為了接引眾生 他不是真正的實有 如果你把它看成實際存在的 那是世俗的 不是聖義的 聖義和世俗呢 在 接引眾生的時候 有分聖義 低義地 和世俗的方便散巧 但是 真正在低義地 這兩者是無差別 所以 我們看心一 有明全法有為法實 非無 無明表 法無法實 因非有 這是什麼意思 白話解釋 是 若以 有明稱全世的 法 如是實有的 便說 諸法實有 而非無自信 那麼 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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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說 全世 沒有明言 安利的實相之法 是諸法無自信 這樣的法 你該怎麼說啊 他是不存在的嗎 不是這樣 他這個是 什麼 反義 而推 反義而推 什麼意思呢 你看法 尊法是 解釋 他說有自信 雖然不合理 但是 有明權的諸法 是實有 若 你說諸法 在聖義中 實 實有 非無自信 那麼 我們以無地實的明 來明權 來表達 諸法無地實 有何理由 不能成立 諸法 實有 因非有 這個 這個他的解釋 你會看不懂 那你看這個白話解釋 這其實也有一點 把底下這個念完 你大概就清楚 有人認為啊 諸法皆有名稱言說 由名稱言說 你就可以了知諸法本體持有 而並不是不存在 否則無從建立種種不同的名稱 好 倘若你依這種觀點 只有 依者名言 成立 一切諸法 實有 不虛妄 我們用相同的推理 無地實的名言 什麼叫無地實呢 無地實就是 一切諸法 是 無 他是 確實 存在的 用這樣 來講 來建立他名言 成立一切諸法 無自信 有與無二者 都是名言 如果前面 具有成立 諸法實有的能力 那麼後者 應該成立 諸法無實有的能力 沒有任何理由區別 有無兩種名言 一者成立 另者不成立 但是有理智的人 顯然不會承認 有名言 名稱言說 即可成立諸法實有的觀點 名稱言說 只是我們眾生以分別心啊 安利的假象 任何一切諸法 皆不會有真實不變的名稱 於諸法實相中 遠離了一切有無名言分別 不可能存在任何西論 所以隨順實相的 不應該執著任何名言 你看這段念完 你就清楚了 好 我們講了七宋 上禮拜講了九宋 剛好八宋 下禮拜再講八宋 下禮拜 下禮拜要講九宋 有嗎 有嗎 有啊 有啊 好 好 下禮拜我會更早來一點 然後把它做一個結束 因為今天早停車會早太久 下禮拜應該要一點出發到這裡一點半 好 用這樣的方式 講了七個鐘 下週 好 我們就 我們就 Happy Ending 然後用十二週 至多十二週來講十二門論 不知道 還沒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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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上學期的本 用上學期的本 可以 只講季送 那是基金會出的 會有很多人來嗎 好 好 那我們先講這個 下週是423頁 課本是423頁 白畫本子是600頁 上面的標 是577頁 另外的本子就 就算了 那個 終關400頁 講這個 是應該900多少月 990幾 好 是到 這裡嗎 不是 在下面 這裡 992 900 好 這個講完 所以是993 994 開始 下週 我早一點來 然後就 找到停車位 好 有問題 沒有 好 可以 我會分享到 三論中群組 好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 好 向下文長 付以來任 好 請喝酒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切 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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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